中英聯合聲明 最初拍的這輯照片是甚麼時候 1990年第一張照片 那個背景也挺重要 我想八九之後 之前被外國人關心香港 1984中英聯合聲明 但只剩下了一段時間 到了1984年之後 突然間是一件領級的大事 中國本身會有一個大的飛行炸彈爆發 香港在所謂的複巢之下 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那時候1990年出來 當然自己有一個這樣的火 但可能是時代逼成 其實在拍攝這輯照片 有幾種心情 第一種心情是因為我要很近距離去拍攝 可能我拍攝一些比較兇的人 其實對於我來說 也有相當前度的恐懼 第二種心情 我覺得好像一個尋寶遊戲 那個寶藏不是有一張藏寶圖去找 反而是你真的 你真的不知道 好像摸到一股沙的手 我會不會抽到一個金幣的感覺 那這一樣 還有幾種不同 幾種複雜的心情 其中當然是大限 另一件事就是覺得 是一個少少平反 想平反外國對香港那種 異國情調的那種感覺 所以很多東西交織在一起 現在想起 若干程度上 都好像是自己一種 藉著一個作品去尋根 尋回香港人 這樣說 記得你們剛才說 第一張照片是90年的時候 當年你幾歲 21歲 我覺得你當時出來拍照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一來就是自己年輕 年輕時最大的本詞就是 凡事都是第一次 拍拖也是第一次 賺錢也是第一次 拍照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那件事 有時是無可取代 你剛才說的 在沙裏面的前夜 即是我們大過了 我31歲 41歲 我就一定不會潛 是呀 不會有勇氣在做什麼 我怕潛到不是金幣 潛到那些白竹 那些四腳蛇 我最害怕 大過了就不會有那種心 還有我想整個香港 剛剛開始都二十幾三十歲 就是90年之前 香港都不是沒有拍攝自己 但通常都不是很遺異 特別當年的流行文化 其實每一格片都在拍攝香港人 但就不會很多時候問 究竟我為什麼拍攝這格片 拍攝完之後 會讓我兒子再看 會不會看到什麼不同的東西 很少這樣想 所以當時很多香港人 紀錄香港事 無論是流行文化也好 普通的新聞記者也好 都是一種崗位上 我要拍娛樂 拍一些好笑 好打的東西給人看 紀錄香港是副產品 不是一個很有意識的東西 90年我想特別是 後八九和前九七 變成一個很普通的人 二十一歲的人 都不可以不問 究竟我拍這張照片是為什麼 我寫下一段文字 我是不是幫自己之外 還想幫這一代人 還有下一代人 去想回整件是什麼事 我很記得就是 90年開始 例如先頭 香港電台也有獅子山下 做了很多年 1973年 1972年已經開始播 1979年 羅文已經開始唱 但在我們同學 朋友裡面 去唱K 沒有人唱獅子山下 沒有人會說 這些叫做香港之歌 還是什麼 到底他真的變成 所謂的香港之歌 羅文真厲害 歌神 其實是90年之後的事 當香港人覺得 已經大下臨頭 哪些是香港好的事 哪些是不好的事 就變成時候回想 原來我們以前 有很多正事 那些正事叫做 香港人 香港事 香港意識 香港心情 所以很多時候 在90年開始 就好像一個人要搬家的時候 然後盤點回家裡面 哪些東西可以丟 哪些東西千萬不要丟 拿著過世 所以那種 我要盤點和拿著正事 過世的心情 就是你出來拍片 即是拍照的時候 當你拍第一張年輕人 夜一歲摸沙的照的時候 隔壁有一大群人 用他們的方法去搬家 去盤點 你給我的衝擊就是 原來你心目中覺得 很值得留下 香港如果全城火災 我們要拿些什麼酒 就拿回平民酒 拿回老婆婆酒 老人甲月丙丁 那些是我們最大的財產 這對我來說 挺特別的